《天氣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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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得不停在這裡的 你一定要看上去看一看 哇,這是什麼來的 你為什麼會是行李箱呢? 你會想 其實這個作品叫《拼一片天空》 就是最早起是給聯合國大會 當時有一個關於氣候變化的作品 這天有很多的寓意在裡面 好比說像今年這個疫情 就可以說天烈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病毒撕裂的這片天 需要大家一起再去統合 首先我們就好像行李箱那樣 就入了一個很大的X-ray的機器裡面 我們在這個活動 就首先學一學縫影的技巧 然後就會自己試一下 將東西縫在一個很大的行李箱上面 行李箱上面用二手三整的建築物 是國家的代表性建築物 接著掛在天上面 然後倒回去就會是一個藝術品 行李箱我覺得它是有一個動感的 我們看到行李箱你可以想到旅行 它去了很多地方 人的行走 改變了這個世界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都在裡面 就是它進來以後 我覺得因為中轉站 是大家短暫停留的一個地方 大家在這兒 然後再去另一個地方 然後你要去什麼地方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正處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 也是一個撕裂的狀態 大家能夠在一起的一個時間去一起補聽 或是談論這個天 然後再去出發 離開這裡 永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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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福 永遠 永遠 永遠